大家好,我是光头机电 在前面一期视频当中我和大家讲 数字电路当中的八种门电路 然后再和大家 重点讲的这个雨明电路 它的一个原理,以电路的搭建 并且我还给大家画了一个 雨明电路的模拟电路图 它怎么实现的 我把这个讲完之后发现好多朋友 对这个很感兴趣啊 所以这期呢,我再和大家 剩下的这几种 逻辑门电路和大家讲一讲 雨明电路,我上去和大家讲过 也就是只有 A和B 同时为1的时候 它这边刷输输才为1 否则的话它刷为0 1表示高电频 0表示低电频,对不对 这个我上去和大家讲过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货门 货门是这个的 货门它也有两个角 A、B输入的时候 同时为0的时候 同时为低电频的时候 这边输出低电频 否则它就是高电频 也就是说 A和B只要其中有一个是高电频的话 这边输出高电频 这是货门 货门它的电路原理呢 是这样的啊 我画给大家看一下 和雨门有点像 那接法不一样 它比方的A点 我们输入一个0V 和一个低电频 低电频 那么我对这个二级管来说 它的反向它是结实的 所以这边它输出的 是不是低电频呢 如果我们这边A和B 只要其中有一个位高电频 假设这里输入一个5V 或者12V 这边输入一个0V 那么这个二级管 它是导通的 对不对 那这边 这点是不是输出5V啊 我们来看一看动画表达 当这边两个角 都是等于0的时候 它输出的角 可能是0 对不对 当输入角 只要任何一个角V1的时候 它输出的是一个高电频 这是它的正值表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前面画给大家看的电路图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飞门 飞门的话 这里只有一个角输出啊 这里只有一个角 当这边输入0的时候 低电频的时候 这边输出高电频 当这边输入高电频的时候 这边输入低电频 也就是它是0的时候 它是1 它是1的时候 它是0 大家看一下动画啊 这边这个角 它输入1的时候 那么这边输出的是低电频 它输出是0的时候 那这边输出是1 相当是一个反向器 它的电动构件呢 是个这样的 这个电动大约应该都会分析啊 就是一个三级管电路 在它积极加一个高电频的时候 那么三级管就会导通 极电机和发射机之间就接通了 会拉低极电机的电压 对不对 所以在它的极电机输出这里 就会输出一个低电频 如果它的输入端 积极 它输入的是一个低电频 那么这是个三级管 是截止的 截止的话 那么它的极电机的电源就不能拉低 那么它输出的是一个电电压 也就是一个高电啊 对不对 也就是一个高电频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雨飞门 雨飞门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组合 它是雨门电路和飞门电路的一个组合 等于是它们 它两个加起来 组成一个 雨飞门 也就是说 相当于是把这个雨门电路啊 它的输出结果再取反 就是一个反向 也就是它 如果输出高电频 那么再通过这个飞门 就输出一个高电频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雨门电路 加上飞门电路 那么就等于雨飞门电路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这里画的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雨飞门电路图 两个就是三级管连接起来 大家看啊 如果我们从A和B 都输入高电频的话 那么这两个三级管都会导通 这两个三级管一导通的话 那输出点这一点的电压就会必拉低 那么它是不是一个低电频呢 如果A、B点随便你也是 有一个是高电频 或者另外一个是低电频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三级管 总是不会导通的 那么它输出的是不是就是一个高电频呢 讲完这个雨飞门 我们再来看这个货飞门 货飞门和雨飞门一样啊 它是货门电路 与飞门电路组成的 这是货飞门的电路图 大家可以去分析一下它的 公众原理啊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作为它的真字表 大家可以去根据 刚才和大家讲的电路图啊 把它的真字表都去分析出来 只要懂得它的原理的话 基本上这个真字表 把它写出来 计算出来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好嘞 谢谢大家